麥克風試驗 有有有 我以為走錯會場了 以為是演講比賽 因為我們學校辦演講比賽 大概都是這樣的場景 有積分跟那個什麼 然後大概前面是彙筆 很抱歉 我之所以晚 因為就是父親節 因為孩子 有請那個什麼 公司寄了一套那個 按摩椅 本來說兩點多要到的 結果四點才到 我一定要等 等他才過來 那既然明天是父親節 那首先 祝福我們在座 可能大部分都是爺爺 那也有爸爸身份的 就爸爸姐快樂 事實上我覺得好像 這個爸爸姐有的很勉強 是不是因為就是8月8號 有點勉強 可是你看到 如果是母親節 整個的社會氛圍 喔 對那個母親的歌頌 都非常的讓人家感動 比方說 諸如說 因為上帝不能製造 不能照顧每一個人 所以製造了媽媽 一個成功的男人背後 一定有一個偉大的什麼 不一定是母親 可能是媽媽 對不對 甚至還說這個 教育一個家庭 只要教育一個媽媽 就夠了 所以可見 整個社會的氛圍 是對母親好像非常重視 所以這也是我們做爸爸的 應該要怎麼樣 檢討 應該要檢討 我是覺得這樣 我一個朋友80歲 他現在突然想到 洗澡的時候 要跟自己的身體怎麼樣 對話 所以他會 洗澡的時候會變說 哎呀四肢 就是雙手雙腳 非常感謝你 跟他走了大江南北 可是啊 往下一看啊 你就是不爭氣 你到50歲以後 只剩下小便的功能 好 那你看看 這樣的家庭 談得上所謂情色和民 家庭幸福嗎 對不對 因為老婆會怎麼樣 每天都唉呃 唉呃 那個臉一定是很臭的嘛 這個家庭怎麼快樂 所以我們做爸爸的 平常還要把身體養好 只要一洗上唇 那個也要怎麼樣 自強不洗 應該是這樣 要同步 不能說四肢80歲 那個已經120歲了都不堪用了 這個就是我們事實的地方 好像講完了齁 你還有兩分鐘 還可以講齁 所以這個我們還是要再檢討 那最後齁 我也藉著機會勉勵大家 除了要照顧好自己的身體 也要多關心家人的健康 其實要很幸福很簡單 第一 我稱為四妹 不是阿扁的四妹 第一 家裡沒有病人 第二 建議裡面沒有親人 第三 外面不要有仇人 第四 同事 不要有什麼 小 那這樣簡單的幸福 就應該就可以 騙人兒子